看了你给的温柔 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害我们 你就不怕报应吗 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医生 我跟他怎么样了 伤口主要在上半身 皮外伤为主 下手的人并不想他致命 避开了要害之处 所以说虽然伤口很多 却没有生命危险 他已经醒过来了 你们可以进去看他 但人不要太多 医生 我想了解一下伤者的伤势 行 你跟我来办个故事 好 你要干吗 你还有脸见我哥 我们呢 我们挺好 拿好 我没工夫 我自己很想 你保护了 我和你 我和你这个社区 你承着 我都担心了 你把我打第一了 你个人 你个人 你桑 你不弄啊 秘方吗 又是因为秘方 对不起 哥 都是因为我 如果不是我拿走秘方 害得你进了监狱 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对不起 菲菲 你不要怪自己 这不是你的错 你听我说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安排好的 你在说什么 从他们第一天找我斗司开始 我就已经知道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借用你的手 帮我把那个秘方交给他们 对不起 对不起 哥利用了你 哥骗了你 那个秘方是假的 我说你这些人 都不懂的 在我上 你那什么事 借着你 我这些人 你这些人 都不敢的 你这些人 我这些人 你这些人 我很感激 在我们最困难 最难过的时候 有你一直陪着我 陪着娘 北妃 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妹 我永远都是你的好哥哥 我们一辈子 都是一家人 岳飞 王哥做件事 你帮我叫五彩虹进来吧 你还要见他干什么 乖 去吧 江湖他怎么样 他没事吧 进去吧 他要见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不好 你不是傻我爹的人 我现在为我爹做过的事情 和你道歉 还有我自己做过的事情 跟你说对不起 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你做了什么 我一点也不在乎 还有你爹的事 他死的那天我去找过他 我做了 当他知道我的身世之后 他跪在我的面前 祈求我原谅他 我爹 真的这样做了 那你原谅他了吗 我没那么伟大 就算你爹跪在我面前一辈子 我爹也不会复活 不过 我没有杀你爹 今天的这一切 都是我用我自己做诱饵 来布的一个局 目的就是为了找出 杀你爹的真凶 关于你爹的死 我一直欠你一个解释 我不明白 什么叫做诱饵布局啊 你爹的死很快就会真相大白了 到了那天 我们两家就恩怨两清 各不相欠了 好了 我要说的都已经说了 你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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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 我要做的 危险 快点 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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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